杜特尔特登上日加赫号准航母此前曾登出云号 日本海上自卫队直升机护卫舰加赫号等三艘舰船 于9月1日停靠在菲律宾北部旅宋岛的苏比克港 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受到日本防卫政务官大野 静太郎及船员等的迎接并参观了舰艇日本共同社 回顾趁杜特尔特2017年6月 也曾登上过停靠于该港的日本出云 号直升机航母凸显出与日本的亲密关系 共同是趁日本彰显与菲律宾的防卫合作 亦在制衡加强海洋活动的中国海自舰船计划 从8月26日至10月30日为参加与各国海军的共同训练 从南海长期航行至印度洋途中对菲律宾进行了友好访问 停靠的还有护卫舰到期 即梁月号海自相关人士趁希望与周边国家合作展现日本的存在感 加贺号全长248米最大宽度38米最多可搭载14架直升机具备海上基地功能 报道还提到2017年3月加贺号开始服役时 中国媒体曾表示其实际上不是护卫舰而是准航母 要是出准地现场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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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现场�